庆祝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泰山书院明治的委员会 今年也第一次举办了相关的庆典活动 希望借此来缅怀致盛先师孔子 对教育伟大的贡献 明治书院在9月18号庆祝教师节 除了现场跳八亿舞之外 更有许多小朋友们宰歌宰舞 让现场的民众大饱眼福 明治书院的委员会主委表示 今年是首次由委员会来主办活动 书院主体的两边把它开发成文家园区 它对面还有一块四百坪的停车场 以后我也把这个路打通 规划成参往游客的停车的地方 跟卫生设备的地方 除了我们地方的士孙参加之外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各学区里面的中小学来这边表演 包括我们今天刚刚有看到的八亿舞 那个是在我们泰山明治书院是第一次的表演 泰山区长率领公所同仁道长参与盛会 并且表示明治书院是地方的著名地标 对于泰山的教育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 泰山各界为了庆祝教师节在明治书院举办祭拜 朱子跟胡卓游先生的一个祭典 那明治书院是我们北台的首学 那胡卓游先生呢就捐出了有八十几甲的土地来作为 书院的开支那泰山地区的民众都非常的感念 所以每年教师节的时候都会举办祭典 教师节为中国古代教育先驱大臣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 教师节最早是由南京中央大学在1931年发起建立 1952年颁定至圣先师诞辰及教师节改为9月28号直至至今 所以今天又称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每年明治书院都会举行隆重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缅怀孔子对于教育的伟大贡献 永家乐新闻泰山采访报道